在交通汇报上 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颁奖表扬优等公车业者 对于行政院排版定案 北北基陶1200元交通月票 蒋万安非常感谢 也肯定这项政策能减轻民众通勤负担 至于双北目前实施的1280元交通月票 将规划相关退场机制 不会让购票民众权益受损 谢谢中央昨天在行政院会有拍版定案1200的交通月票 当然谢谢交通汇报王国在部长沟通的协调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台北市当然非常乐见 因为我们其实很早就开始希望能够被被乞讨 有相关运居的纳入 还有推出1200月票减击民众通勤的负担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在财务规划上面能够有永续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规划是三年 但是三年之后 我们还是希望中央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补助方案 那另外也就是1280队长 我们一定会有相关的被套 不让民众的权益受损 讲完也进一步向中央喊话 希望1200元交通月票扩大纳入公路客运及台铁部分 还有相关机械设备部分都应该由中央权额补助 其实我一开始提出来就是希望 第一个就是中央可以就这个包括公路 还有台铁的部分 因为是中央管辖应该全合补助 那另外就是关于这个机器设备的部分 其实也应该全合补助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说中央能够听到地方的声音 台北市交通局长谢明洪说明 目前双北1280元交通月票最高使用量是34万张 预估如果纳入国道客运与台铁后 使用量有机会上看76万张 到时候相关财务补贴预算 中央要负担到55亿 地方则要负担26亿 因此他也呼吁中央能够多帮忙 在国道客运及台铁部分能全额补助 1280月票最高的月票使用量是34万 那么预估如果加入了国道 加入台铁 未来的那个使用量会高达76万的使用量 那也这样子他的财务 那个补贴的预算 我们预估大概中央会要负担到55亿 那地方要负担到26亿 那这26亿 当然对地方是一个蛮大的负担 所以我们四个市都是还是呼吁 这样的一个补助 能够中央能够多帮忙 能够全额在我们的国道客运跟台铁 能够百分之百的补助 这是我们会提出急需的呼吁 如果26亿元在中央没有完全补助的情况下 台北市要负担多少 谢明宏表示因为牵扯四个县市的各种运具补贴清分 目前还无法细算预估 目前我们还没有精准的估算 因为这里面牵扯到四个市 在各种运具的一个补贴 不管长途科运台铁 乃至到我们的捷运 到达各县市之间 要用什么方式来做清分 那这个在我们未来的工作平台 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去做细算 至于1200元交通月票何时上路 谢明宏说交通部的目标是在7月份实施 台北市政府会朝这个方向努力 以争取市民权益为最优先目标 另外现行双北1280元交通月票 目前有推票机制 未来四个市也会沿拟一套机制 做无缝接轨的衔接 不让民众权益受损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